王亲称王亲今日不当值 一回到五房就开始服药 自己吓得不敢回去 王亲大概是药性发作 又找不到自己 便发疯的跑了出来 这时王亲房内的药丸被找了出来 如意替莲心求情 皇上表示自己不会责罚莲心 让莲心继续留在长春宫伺候 莲心连年谢恩后 向皇上表明 皇后认为贵妃无事生非 非要跑到引起宫门前 这才被王亲撞上 也难怪皇上疏远贵妃 皇后感慨 莲心可怜 承认自己误了莲心 却认为现在不能放莲心出宫 否则 莲心就会将自己 想借她笼络王亲的事情说出去 谁知这一切 被莲心听在耳中十分心寒 皇上很久没有去贤府宫 贵妃因王亲之事受到牵连 吃了宠爱 原来这一切都是如意所策划 如意联合礼于 莲心从王亲嘴里套出了实话 坐实了贵妃 这一局既孝训了贵妃 承执了王亲 救了莲心 还洗脱了如意自己的冤勋 一剑似雕 十分高明 贵妃称身子不适 想请皇上来看望自己 可是皇上只派来了齐太医 宫女安慰贵妃 说贵妃虽然没有子嗣 但还有家事 贵妃听了 便让阿玛为自己求情 太后听了认为贵妃并不高明 而贤妃却言得很漂亮 宜贵人有孕 太后赏赐她一枚麒麟 宋子金索 宜贵人十分感激 皇后向皇上请求 进一进宜贵人的位分 皇上同意在宜贵人生产后 无论男女都晋升为品位 皇上还提出 让如意协理六宫 也可以一同照顾宜贵人 皇后提出 贤妃之上还有贵妃 若是遇过贵妃 怕是贵妃心里会不好受 皇后宫中 二阿哥在读书时昏昏欲睡 二阿哥向皇后抱怨 自己每日早起十分劳累 想睡一会儿 皇后斥责二阿哥娇气 让二阿哥到门口好好清醒清醒 二阿哥站在门口连连打喷嚏 皇后见了十分心疼 趁二阿哥是自己唯一的指望 将她带入房内 太监在贵妃宫中训蛇 贵妃让太监注意一些 不要让蛇伤人 夜里皇后感慨 自己身居后卫 常常恐惧这个位子 被别人夺去 否则不仅自己前程不保 还连累儿女俗人 这时宫女前来禀报 二阿哥染上风寒 浑身滚烫 其太医告诉皇后 皇后看到二阿哥身患重病 想到自己的兄长就是得了死病 一生不能骑马射箭 需要小心养护 而二阿哥作为嫡子 却不能起舞 就没了指望 如意命阿若 拿了一梦怀花蜜 二人去看望姨贵人 却听到姨贵人的一声惊呼 原来姨贵人的房内 出现了一条蛇 如意连忙命人 去拿雄黄粉